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 把火锅底料丢进大米里 实在太厉害啦 出锅香喷喷,营养又美味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先来淘洗大米 根据家庭的人口放入适量的大米 加入清水 把大米淘洗两遍即可 大米淘洗再多也会让大米的营养流失 所以洗两遍就可以了 大米洗好后放在电话锅内档中 加少量的清水 先放在一边浸泡10分钟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更香 大米浸泡的时间来切点配菜 一小节胡萝卜 先切成厚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装入碟中备用 一个小一点的土豆切后片 把土豆也切成丁 切好装碟备用 再来一点補好的青豆 一根香肠切薄片 切好装碟备用 来一点之前炸好的酥肉 鱼丸 像这样食材就全部准备好了 也可以根据够了的口味来换 想吃什么就准备什么 这时大米浸泡时间也到了 把刚刚准备好的食材 一次倒进电话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大概以所有的食材齐平就可以了 最后放上一块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有盐分油分 这里就不需要额外添加其他调料了 拿出电饭煲 直接把内袋放起来 盖上盖子 开启煮饭键 煮40分钟 时间到火锅饭煮好了 打开盖子 用铲子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闻着就特别的香 忽不及待的想要吃了 拌匀后就可以舀出来了 再把碗刀扣在盘里做个造型 再撒上葱花点缀 美味集成 色香味俱全的火锅 杂树焖饭就做好了 搭配了肉 蔬菜 米饭 吃一碗就可以摄入非常均衡的营养 而且这个做法 非常的简单 全部丢进电饭锅就可以了 过年期间大鱼大肉吃多了 做上这样一道特殊又好吃的 饭菜肯定特别受欢迎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点赞关注